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走入澳洲 我是冰师 近几年 澳洲各大媒体开始报道和关注一种致命的疾病 这种疾病它主要针对的人群是从事蓝领行业的工作人员 这种疾病在初期是很不容易被察觉的 甚至是很容易被误诊的 但是一旦确诊 它的发病速度是非常快的 甚至会危及到生命 这种病就是西肺病 西肺是陈肺当中最常见 发病最快 危害最严重的一种疾病 不但它的发病年龄小 而且发病的时间很短 在过去的几年里 悉尼和墨尔本的西肺病的病例出现了大幅度的飙升 而在昆州 仅仅在2019年年初就有将近百名的工作人员被查出了患上了西肺病 其中最年轻的病人只有23岁 那有医生担心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西肺病病人肺部的疤痕形成过程是无法改变的 往往这类病人的病情被发现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 而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进行肺移植 但是澳洲目前已经没有足够的肺提供给目前需要肺移植的人了 可想而知 这些病人他们未来的人生会面临多大的艰辛 他们的家庭也会因此而遭受重创 然而这一切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虽然说西肺病它是不可逆的 但是是可以完全预防的 导致西肺病的元凶到底是谁呢 是一种叫结晶二氧化硅的粉尘 长时间暴露在结晶二氧化硅粉尘当中 日积月累就会导致西肺病 那在澳洲呢 有很多的移民朋友是从事蓝领行业的 其中啊 很多行业都有暴露在结晶二氧化硅粉尘的危险当中 有的工人呢 甚至是一周四十个小时都暴露在结晶二氧化硅粉尘当中 却不知道啊 这样下去会给自己的身心造成不可逆的危险后果 然而呢 他们的雇主也没有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 也没有采取各种安全的措施 作为企业的雇主和雇员 如果能够了解基本的安全知识 其实呢 很多安全隐患和安全的问题 在早期是可以完全预防和避免的 那我们上一期节目呢 为朋友们介绍了安全工作局这个部门 如果呢 你在澳洲的任何一个工作场所 发现安全隐患或者是问题 会对你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 或者是已经不幸发生了工伤事故 都可以找安全工作局去寻求帮助 那上一期的视频呢 朋友们可以去看看 咱们说回这个结晶二氧化硅粉尘啊 可能很多朋友呢 并不太熟悉 但其实呢 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甚至随处可见 我们来听听新州安全工作局的督察员 陆文婉女士是怎么说的 那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下什么是 结晶二氧化硅 然后什么是结晶二氧化硅粉尘 嗯 结晶二氧化硅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这个词 但大家可能听说过石鹰 石鹰呢 又名结晶二氧化硅 然后大家可能听说过石鹰中 石鹰角 那这个东西呢 是存在于大多数的 岩石 沙子和黏土中的 所以它是一个自然存在的东西 你可以发现岩石和沙子的任何地方都能找到 嗯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有些疑问 就是我经常去沙滩 那沙滩上本身也是有岩石和沙子的 那为什么我去沙滩不会得这个细肺病 它原因是因为你的沙粒你是可以看见的 沙粒本身这个颗粒是非常大的 那在大多数情况下呢 这些比较大的颗粒 它没有办法呼吸到你的肺部或者肺部深处 而我们的很多建筑材料 它是含有接近二氧化硅的 因为它是存在于大多数的岩石和沙子中 就比如说我们的混凝土 沙浆 砖块 石块 石砖 以及天然和人造式台面 就是大家家里可能厨房啊跟餐厅都会用的 那个人造式台面呢 它们都是含有这些结晶二氧化硅的 结晶二氧化硅粉尘是如何对建筑行业的工人 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呢 而很多工人可能从事加工这些 砖块啊 石砖啊 人造代理式台面的这个工作 比如说大功率的加工过程 比如说切 锯 磨 钻 抛 这个整个加工这些大理式台面啊 或者石砖的时候 都会产生粉尘 而吸入这些粉尘呢 会影响你的健康 而这些粉尘它可能会 沙力要少百倍而不止 所以你肉眼本身是看不见这些粉尘的 所以你在吸入的时候呢 都根本不会察觉到 而这些小颗粒 它一旦进入了你的肺部 那你就很难把它咳嗽出来 或者很难吐痰把它排出体外 所以它就一直在沉寂 在您的肺部 肺部深处 所以接触到这些 接近二氧化硅粉尘呢 它可能会导致肺癌 吸肺 肾病 然后晚期的肺病 可能会需要病人进行肺移植 同时呢这些肺部疾病 可能会增加阻塞性肺病的风险 比如说肺气肿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就除了加工这些建筑材料的话 这些建筑材料本身呢 也是有使用周期的 在您拆除一个建筑物的时候 这些拆除的灰尘中 它可能也含有这些 接近二氧化硅的分成 我们说的工人 他可能一整天 就是或者一周 还有40个小时 都在切割这些人交费台面 他们可能性比一般的普通人 可能要高很多 所以就这些全都是 累积渐变的过程嘛 所以我们希望工人在一开始 就可以预防它的发生 我们之前提到过啊 吸肺病虽然不可逆 但却是可以完全预防的 那对于暴露在 洁净二氧化硅粉尘当中的行业 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减少洁净二氧化硅粉尘呢 雇主应该为雇员提供 哪些安全保护措施呢 我们来听听 新州安全工作局的督察员 陆文婉女士 会给出怎么样的建议 我们一般呢 是通过吸入粉尘的方式而制定 所以为了保护您自己 以及您的同事免受 这些减净二氧化硅粉尘的影响呢 这边有两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是我们希望 尽可能多的消除或者减少 减净二氧化硅粉尘的产生量 就是当您在用电动工具 加工这些建筑材料的时候 您可以用集成装置 或者带洒水的装置 去进行这些大规模的加工步骤 举个例子 当工人切割这些人造大理石台面的时候 可以用水去抑制粉尘的产生 比如说俗称的水切工艺 那或者呢 可以在这些切割工具上呢 连接M级或者H级的真空吸尘器除成 那这些吸尘器 它可以吸除多余的粉尘 那为什么要M级或者H级呢 因为它们的有效率 是可以达到99.95% 或者以上的 所以它可以吸除大多数 在贴割或者加工过程中 产生的粉尘 然后在我们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在清理你的工作场所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不要用那些古风机 然后把这些粉尘吹得到处都是 那我们可以往空中撒水 然后我们进行输小 或者我们可以用这些真空吸尘器 来吸除空中的粉尘 如果您没有办法完全消除 产生的二氧化硅粉船 因为如果您在进行大规模的加工这些建台的时候 很有可能 工人可能还是会吸入一部分的二氧化硅粉船 那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使用维护良好的个人防护装置 就比如说防船面具 而您的雇主呢 有责任给您提供一个尺寸合适的防尘面具 并且培训工人正确使用存放和保养 所以我鼓励员工参加这一类的培训 因为它可以帮你挑选并且佩戴合适的防尘面罩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对于防尘的护具等等这些安全的防护装备 政府这边是否会提供一些折扣或者是犀利措施呢 新年威尔市的安全工作 Facework呢 是有一个小企业的回扣项目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信息 你可以去网上搜 全名叫small business rebate Facework 这个项目呢 是如果您满足条件的小企业呢 你可以邀请安全诸查员去你企业 给出面对面的免费的建议 或者呢 你可以网上参加这个Facework 我们的讲座 首先你要先了解到 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的工作场所更安全 然后呢 你再根据这些建议 去购买和安装 使工作场所更加安全的一些设备 然后我们的网站上会有一整套 哪些设备是可以使您更安全 所以你一定要先参加讲座 或者请一个安全人 去你那儿给出建议 最后符合条件的企业呢 可以获得来自Facework 最高500元的澳元的回扣 希望这个可以更好的帮助 企业去购买 并且使用一些是工作场所更加安全的一些设备 从去年的2020年7月1号起 安全工作局呢 推出了减少吸费病的战略 那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 在针对减少工作场所二氧化硅粉尘方面 政府会有哪些在政策上的调整呢 是的 自从去你二氧化硅的7月1号起呢 Facework推出了减少吸费病的这个战略 这个战略呢有好多项 那我总结了一些比较关键的 就是它的战略之一呢 就是将这个结晶二氧化硅工作场所的暴露标准 减半到0.05毫克每立方米 这个是个8个小时的行精值 那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呢 把工作场所中所允许的 这些二氧化硅粉尘的浓度调低了 那这个新的法规相比以前更加严格 所以它也更加可以保障到工人健康与安全 然后同时呢 政府还要求医生将所有的吸费病诊断通知 通知到新南威尔士健康局 这样健康局可以进行监管 那如果企业进行了员工健康检测 然后并且检测出了工人 因为使用这些化学物而得病 那么企业必须要通知到我们这部门 如果没有及时通知到 新南威尔士安全工作局的话 这企业将会受到一定的处罚 最后一点呢 就是如果政府检测到 企业在切割人造石台面的时候 它没有采用任何的保护措施 比如说我之前说的 工人没有配戴任何的防尘面罩 在切割的时候 我们没有用吸尘器啊 或者用水去抑制粉尘的产生 如果没有用任何的安全保护措施呢 那么政府官员有权当场罚款 我们这么做也是希望可以 从源头或者在早期 可以预防这个吸费病 或者费病的产生的可能 对于有可能会暴露在 捷径二氧化硅粉尘当中的行业 新州安全工作局的文外女士 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们要鼓励每一个工人 特别是从事建筑业 或者从事建筑材料加工业的工人 都花时间去学习一下 如何为自己挑选到 比较合适的这些防尘设备 然后如何正确佩戴 如何正确保养 这些个人防护设备 这些呼吸防护设备 例如口罩呢 是大多数人出于不同原因 在生活中都会多次使用的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会戴 医疗口罩去预防新冠传播 我今天所说的这个防护 化学粉尘的防尘面罩呢 又和医疗口罩不太一样 这些防尘面罩呢 你需要定期更换滤芯 以防这些过滤网被堵住而失效 同时呢 您还需要定期检测 您是否佩戴了 合适至于尺寸的防尘面罩 比如说您今年相对于去年来说 体型可能发生了变化 烫了瘦了 或者您今年选择留糊子了 那这些面部的变化呢 都会影响到您的佩戴 所以我们需要定期的去检测一下 自己是否佩戴了一个 合适尺寸的面罩 那这样粉尘就不会 通过这些缝隙呢 进入到防尘面罩里面而失效 所以了解到足够的知识 去保护自己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后这些知识也可以帮您 预防这些工作场所中 可能产生疾病和伤害 如果正在看视频的朋友 或者是你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 是在会长时间啊 以及会频繁接触到 捷径二氧化硅粉尘的行业工作的 那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信息呢 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你发现在自己的工作场所 存在暴露在捷径二氧化硅粉尘当中的 这种安全隐患或者是安全的问题 请及时跟你的雇主沟通 改变这个工艺的手法 以及呢为你提供安全的护具 并且呢要在现场去采取相关的安全措施 如果你需要安全工作局的协助 可以拨打你所在州或者是领地的安全工作局的电话 电话呢你可以在信息栏里面找到 在新州的朋友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8点半 到下午5点之间去拨打131050 或者呢你可以下载一个叫SpeakUp的手机应用软件 向里面的接线员去反馈你所知道的工作场所的安全隐患 那这些接线员呢都是受过专业的训练的 那这些反馈和投诉你可以选择匿名或者是不匿名 如果朋友们已经不幸了发生工伤事故 需要处理后续的工伤赔偿医疗补助等等 可以拨打新州负责工伤保险部门的电话 那这个部门呢他们叫SERA 他们的电话是1300656919 如果说你需要免费的翻译转接服务 可以先拨打131450 在电话接通以后呢 你可以讲Chinese也就是中文 Mandarin普通话 或者你讲Cantonese广东话 然后呢就会有中文的工作人员来接电你的电话 帮你转接你需要拨打的电话了 那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信息呢 有帮助到朋友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 这样呢你就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视频的更新了 那我们就在下期的视频当中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詞曲 李宗盛